南投县109年度社区评鉴开跑 今年代表水里香参加社区评鉴的是 浚坑社区发展协会来参与 而浚坑社区平时推动各项活动都相当用心 为了这次的评鉴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并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除了让评鉴委员认识环境外 以及了解社区平时推动的事务外 现场也带来催眉DIY 让评鉴委员体验 我们今天凑凑出来跟人评鉴 真的好有勇气 让评审说做得还不错 还是还要继续加油 评鉴我们差不多在两个月前 就持续的在准备了 也跟香港所的我们的承办人 都去到第三 去看人们的评鉴 因为我们没有评鉴 凑凑 不知道要怎么评鉴 所以去看人们的评鉴 看人们怎么做 我们回来 算得比较不错 我们就加油一下 再加强一下 我们的办活动 很多 像我们的端午结构 我们的办活动 我们都用怎么办 你知道吗 第一年 第二年 就一刀给他做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就两刀给他做 第六年 第七年 我们有七年 就一刀给他做 都让他们去做 大家都去品尝 有的就是去送一些土地老人 没得到来 我们就拿去送 如果有得到来这些产业 大家品尝看看 我当时做的做得比较好吃 当时理人的做得比较好吃 大家都做得比较处 尽管我都努力都在做 评鉴委员陈彦甄指出 浚坑社区相当用心 尤其很难得的是 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不但会观摩学习 也会与邻近的学校来做连结 相当的难能可贵 很努力很努力的 希望把社区再度发展起来 其实他以前也有 也有在社区工作上 你看他有这么大的 局会活动中心 还有这么好的 硬体设施设备 那静止你来努力 把很多的硬体的修缮也好 还有对于我们的关怀部分 透过旅监市 也开始逐步都在推广 很难得的是 他可以在这个理事长很活跃 很努力的带领之下 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他会去观摩学习 他从观摩学习里面 学到很多的精神 然后结合很多的资源 第二个他会跟宁静的教育文化 这个在地的产业 然后做很好的关系互动 那这一些 像刚才校长来了 议员什么谁来了 都表示说他们平常的互动很好 然后激发了这一些社区 居民的凝聚力 这个是一个社区很重要的精神 跟他的元素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 因为他人口不多 他说他只有三百多人 人口不多呢 所以他们现在做社区关怀 照顾据点的共餐 或是长照西极巷弄站 还没有申请 那我们是鼓励他 从这一块去想办法突破困难去申请 因为他有这么好的广场 有这么好的这个硬梯 其实应该可以让老人走过来这里 来共同的互动 那如果说 能够有社区的很多的亲子的活动 因为我们这条路线算是观光路线 比如说刚才我们做的脆梅 可以给亲子互动 或者是说我们的很多的手工艺 或是那些什么柜啦 馒头啦 这一些都可以用手工艺亲子 让他们亲自操作 我想也可以带动很多社区的发展 还有他的自由裁员 那目前看起来 资料上大概基本的面貌都有了 那有些东西是 可能有了还没有放进去 那我们再把它补充 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好 县议员陈淑慧表示 郡坑社区相当用心的在推广 社区的各项事务 除了办理许多课程外 对于儿哨福利等等都相当重视 今天感谢我们水里香 郡坑社区发展协会 能够代表我们水里香参加 我们南投县的社区评见 我们郡坑社区发展协会 能够表现出这么优秀 尤其郡坑村的人口 只有将近400个人口 但是能够呈现出来的郡坑特色 非常值得其他社区来做一个学习 尤其呈现出来的有妇女 有老人的福利 还有所望相助队 这个都是在每个社区 都是例行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呈现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更看出来 郡坑社区能够结合到我们郡坑国小 来做一个往下扎根 往下教育 郡坑国小能够代说这些学子 到山上去采煤 然后回到社区这个活动中心 来做萃煤的一个DIY 这个种种都是一个在地产业的一个传承 那当然社区里面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协会 有妇女协会 家政协会 首望相助队的协会 但是最终的宗旨 还是在社区发展协会 做一个领袖的一个社团 所以今天整个一个评鉴 应该获得我们评鉴老师的一个肯定 理事长蔡树珍也表示 在学习客家大股后 也将这项特色带回来 郡坑社区在肖智权议员的协助之下 社区不但有股可以打 也能够出去参与活动 在这次评鉴中深受肯定相当开心 客家法大股 我们就是去释述到新兴客家社会的理事长 他叫我们加入他们的社会 要来就算成为理事 我想他们都在办客家法大股 我们就交一顶去挖 挖后真的不错 说了要穿高棧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东西 我们回来没话说 所以我们就叫肖智权议员去看 看我们的成功展 肖智权议员说 打得不错喔 他就说 拍得不错 我们整个都没有去顾了 所以他就没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顾 我们才有法度处理 跟人家庙会 什么会我们都去参与 人家来给我们邀请 我就去参与 所以如果校长有跟我们邀请 他如果在办什么活动 DIY摧毁啦 如果做什么活动 我们都会去参与 我都去跟他 跟他打三天 让他们小朋友 也知道说 摧毁怎么做的来意 让他们有传承下去 不然他也不知道 摧毁怎么做 很高兴的心情啊 做的大家都说 我们做得很好啊 粗粗出来做 做到这样 又让阿罗也觉得很兴奋 不错 我们大家都真 分工合作 像今天也是同样 我们都会去老人 那些没办法下来 或是没办法下来 或是没办法下来 我们都会 有时候去发送一个口罩 有时候 有时候去送一个 伯母呢 才说呢 都会去关心他们 看他们的生活 做什么样 像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都分工合作 你说 你就量体温的 你就噴酒精的 你如果噴过去的 我们都给你带着这个标签 标识你 已经有我们 有我们给你 感情过去的 你就可以入味了 这样我们都做到这个 而社区的特色就是脆煤 陈委员也建议社区 能够多加发展 像用脆煤的制作 我刚才讲说 这种就是这里的特色 那既然它的特色 他已经就开放给亲子 其实这一条线的旅客 尤其现在很多的亲子 或是很多的家庭 他其实吃了 他也知道 这很养生很健康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由来 透过操作 付一点钱 一百块 或是两百块的炒料费 然后他可以自己回家 然后看说 从这里去体会 这些在地农民 在地生态 环境 还有物品 在生产过程之中 变成成成品的辛苦 我觉得 还有我觉得 他一个很特色就是 他面对疫情 已经 口罩都会到 独居老人 或是身心障碍 讲家庭去拔口罩 这个是我们平坚到现在 比较特殊 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觉得 配合政策这一块 他们反应 算是非常积极 县府社劳处 社会行政科长 王荣毅相当肯定 社区的用心 不但认真经营 尤其在新住民的部分 也相当的用心 我们水里乡 静坑社区发展协会 今年第一次参加 我们南投县 我们109年的社区评鉴 那我们看到我们 静坑虽然第一次参加 那我们有看到我们 静坑社区 有很多的一些班队 在执行 尤其我们可看到 特別最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新住民的 一个成长班 也就是它的烹饪 烹饪以及烘焙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在妇女福利的部分 我们可以协助到 我们新住民 来到我们台湾 有这样的一个 古道的一个 在地很多的一些 我们的烹饪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 静坑社区 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 那再加以我们社区 这次的评鉴我们的委员 一个指导跟建议 我相信我们 静坑社区 未来不管老人福利 妇女福利 以及我们儿童 及少年的福利 我相信它的潜力 是无穷的 那希望我们静坑 第一次虽然参加 没有很多的资料 我相信未来一定 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评鉴委员张英正指出 静坑社区环境优雅 也有夫妇的班队 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基础 未来也能够针对老人部分 来做发展 很高兴来到静坑社区 这是第一次来 静坑社区 也是静坑社区第一次参加 我们县里面的社区评鉴 那我觉得这个社区里面 除了环境优雅之外 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这个妇女的热心 投入在整个社区工作里面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妇女的班团队 烹饪 打这个编织带 还有甚至新住民的福利 这一方面 变成是整个社区发展里面 最重要的基础 那未来呢 将来呢 要发展的部分里面 可能就是在老人的福利方面 或是这个长照站 所以呢 将来如果再有更多的志工 投入在这个服务里面 那社区的长辈的老人家 也可以把活动呢 稍微从一个礼拜 增加到一次的话 那将来就可以形成社区公怀 据点 这样的一个基础 这是未来可以努力发展的 另外呢 在儿童儿少福利方面呢 因为跟学校关系也非常良好 我相信呢 未来在跟学校的合作上 让小朋友跟长辈的服务方案里面呢 也会越做越好 就社区的环境里面 刚才其实也有社区的干部补充 这总共有27个 类似像这样 这么优雅的点 我想这些 在空间上都可以提供很多 活动空间 也让很多外面将来有机会 有游客来也可以作为休息的地方 这是一个 在环境上相当不错的这个地方 县议员陈淑慧表示 均坑社区也会借由相互交流 来学习其他社区的优点 社区居民也相当有凝聚力 均坑社区对外的一个参缓 以及交流的目的就是 要增进自己的学习的一个成长 所以他们经营的交流的过程 也学习到说 对方的社区 或者是对方乡镇的公所 客长 以及客室里面的这个成员 对接待来宾的种种的礼仪 还有那种热忱 都是他们非常感谢的 以及感觉到说 为什么人家的乡镇公所 能够说 接到一个同样的社区的来宾 他能够付出这么大的一个心力 来做一个交流的一个接待 那当然 其他的乡镇 比如说 议销来到我们金康社区发展协会 因为在这边的一个季节性的蔬果 已经没有办法呈现给来宾 来做一个享用 但是我们的蔡理事长 他更能够说 藉由说 整过去整个协会 他们平常的这个成长的课程 然后发挥他们的长处 就用这个饅頭DIY 或者是说发挥DIY 来呈现给来到这边的营销团队 在这里做着这种古早味的DIY 然后让他们这个整个团的好朋友 玩得非常的尽兴 所以只要用脑 动动脑筋 只要说不管是多大的长官 要来到郡坑村 或者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社团活动 来到这边都可以接收到 对等相等的一个接待 希望说今天的评鉴 能够带给我们 郡坑社区发展协会更好的一面 郡坑社区相当的用心 在推动各项事务 社区的居民凝聚力也相当够 也热衷参与社区活动 成熟会议员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期待能够在这次的社区评鉴中 深或评审肯定并荣获夹击 米新闻邱秉专题采访报道